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在社会上向外界解释说 警察收到警报之后 很快就展开行动 但是由于发生冲击案的于特岛 距离奥斯陆有40公里 警察全部武装 并坐船赶到去的时候 已经是90分钟之后的事 由于疑犯 布雷维克已经做好投降的准备 警察很快就将他拘捕 另外 挪威警方今天 在警局的网站上 公布了奥斯陆爆炸 同于特岛枪击案部分怨难者的名单